很高兴可以再次来到这里跟大家一起敬拜 我已经来过这边好几次了来跟大家传讲商业话 对我来讲讲英文比讲中文要容易 以前我们去了台湾 在台湾住的时候我们学国语 可是我们离开台湾很多年前 所以我忘记了 所以我会忘记了记忆 今天的证道对你对我都非常重要 今天证道的大方在大家手中的这个单章 这个节目单上面有中文也有英文 所以你可以用你手中的大章来 来帮助理清今天的证道 今天的题目是 这是毕丽一把年 上帝对我们完美计划 今天证道的证道是 今天证道的证道是 换一个角度讲 在今年上帝对你对我 有一个最完美的一个计划 有的时候我们不能够明白 上帝对你对我预备了什么 这是为什么耶稣对他的门徒说 在马太福音六章十节这句经文中 有耶稣对他门徒的一个指导 耶稣对他门徒说 当你祷告的时候 就像这样祷告 所以这就是主祷 主祷门 主祷门 我们都知道主祷门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尊得名为圣 然后接下来耶稣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不同行在天上 你会成功 神有最好的计划 或者是为你和我在祂 所以耶稣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不同行在天上 上帝对我们有一个最完美,对你我有一个最完美的旨意 所以耶稣实际上是说,在天上上帝对我们有一个最美好、最完美的旨意 然后这个旨意在地上,在你我的生活当中会行出来,会实行出来 如果要能够实践这一个最完美的一个计划的话,是有些条件的 如果你遵行上帝的旨意,按照上帝所学的方式而活的话,你可以得到上帝在天上所预备的最完美的一个计划 如果我们不跟随上帝的旨意的话,我们就会过过这样一个最完美的计划 当你来教会的旨意,你可能会经过这个高速公路 如果你从来教会上利利卡这条路的话,你有三个方向就可以走 如果你一直往前走的话,你会直接走到太阳里面 然后往左边回来的话,你会上一期的高速公路,一直开的话,你会到太阳里面去 所以如果你右转的话,你会去的地方就是埃亚,还有Purl Harbor和Milani这边 所以如果你向前开,向左开,向右开的目的地是不一样的 你一直往前开,你就是到海里去了 如果往左转去,往右转去,往右转去,往右转去 如果往右转去,往右转去,往右转去 所以取决于你到底怎么走是直接往前走,左转去,往右转去 所以取决于你到底怎么走是直接往前走,左转去,往右转去 所以有的时候不明白,上帝对你对我最好的一个计划 这是为什么耶稣在六三门徒讲祷告的时候说,你们要祷告,你们祷告要像这样祷告,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这个神的旨意在生中出现了六十词 这个神的字意在生中出现了六十词 我想让大家知道,上帝对于你每一个在做的人有一个最好的计划 Sometimes you run away,有时候你不知道这件事 以弗所书第一章第1节也说 Hall the apostle of Jesus Christ by the will of God Ephesians chapter 1 verse 1 said Hall the apostle of Jesus Christ by the will of God 以弗所书第一章第1节说 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 我们知道保罗是一个犹太教的拉比 他以前在耶路撒冷出去 他是一个很有名的拉比 然后他开始逼迫基督徒 在史书行传第七章的记载 七个执事中的一位司机团 就是被抓起来 并且被用尸肉打死 然后当时呢 他们有很多犹太人把他用尸肉打死 王罗也在现场 这一位二十七岁的年轻人 这个年轻人的拉比扫罗 他其实当时去指挥那些犹太人 来的时候打死斯蒂凡 所以斯蒂凡被这些犹太人给出死了 然后扫罗从大祭司那里呢 要了一个指令 要了一个命令 他上去到大马士国 就是当时叙利亚的守护大马士国去 因为当时保罗听到说 在大马士国这个驱利亚的守护那边有很多的基督徒 所以大祭司就给扫罗这样的一个许可 让他上去到大马士国 所以扫罗从耶路撒冷上去大马士国 这道路呢 需要花三千的时间 他在路上的情况呢 突然就看到了大光出现 然后听到了上帝的声音 然后当时扫罗听到从天上而来的声音说 扫罗 扫罗 你为什么逼迫我 扫罗就说 你是谁 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 然后扫罗眼睛就看不见了 然后上帝说 我要绝缺你成为我的仆人 大家怎么能想到一个犹太教的拉里 然后曾经是逼迫基督徒的人 怎么能在这里在一部所说第一章中说奉神之一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 所以即便在这个年轻的拉里 包括当时在耶稣基督徒或基督徒的时候 其实上帝已经有一个完美的计划在他的身上 然后扫罗并不知道这一切 但是上帝仍然还是对这个年轻人的一个计划 那接下来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了 扫罗后来成为了基督徒 改名叫保罗 然后成为一个外邦人的使徒 他去很多的地方来传够福音 对你而言也是这样啊 有的人 我们中间有些人来自中国 完全是一个无神论的国家 所以在十八岁以前并没有接受任何关于宗教的教语 所以你在中国的时候里头从来不知道耶稣基督 就像在这里边我们看到这个年轻人扫罗 他并不认识耶稣基督 但是上帝在天上已经对你有一个计划 这是为什么耶稣让我们这样祷告 让我们祷告和上帝的思义在地 在我的生活当中 生命当中能够评出来 我们今天早上读了路加福音的第十五章 这是浪子的故事 这个父亲有两个儿子 这个父亲有两个儿子 这个父亲有一份产业 可以分给两个儿子 一个大儿子 一个小儿子 那小儿子长到他的爸爸就说呢 爸爸 我不想等着我长大之后再也得到我的一份 and the father of these brothers he had a perfect plan to give his property to the older son and to the younger son he had a plan 小儿子说 我现在就想得到我的一份 但他的爸爸是已经有一个计划 是怎么样的他的产业 可以给他的大儿子 还有他的小儿子 他确实已经有一个计划 and the father wanted to see these two sons to wait until the proper time when this property would be given to these sons 所以他的父亲一直希望大儿子和小儿子 可以等到一个计划的时候 他再把产业推给他们 and then this young son came to father and father I cannot wait give me that portion to me right now 但是小儿子就来找到爸爸 他说 我等不了了 爸爸 我现在就要我的那一份产业 so he begged and begged and so father okay I'm going to give your portion to you 所以他不请地求他的父亲 求啊 求父亲说 好吧 我把你的那一份产业给你 so this young son received the money from his father all in his pocket wow I have lots of money 所以这个小儿子得到他父亲产业的一部分 反正他口袋里有很多的钱 他就会 哇 我有很多钱了 变成一个妇人 and he delivered up why ladies and all the money he spent 所以他又把钱花在各种花天酒地啊 女人等等 很多其他的事情上 and he didn't have any money left 然后他就没钱了 and then there was a famine in the city 然后城市里面有激光 and so he was this young son was starving 然后这个小儿子就在挨饿 so he went to the place where the pigs pigs were living and he was eating the food of the pigs 他就跑到猪区院里面去 就是猪生活的地方 在那里面吃猪吃的东西 and one day he thought of me it's a very bad life i want to go back to my father my father had lots of stuff for me and even though I just away my father i think I'm going to go back to my father 他有一天就突然想到说 啊 这个生活在那里太悲惨了 然后我想到他自己的父亲 我要找回到我父亲那里去 还有很多的产业 还有很多的钱财 我要回到我父亲那里去 and the bible said that he went back to his farm 圣经那时候他就回去找他的父亲了 and the father was standing in front of his house and saw a young man look like a beggar coming towards his house 他的父亲站在房子的前面 看过去看到远处 一个年轻人像一个乞丐 抛他的房子走过来 and he looked at that man very carefully Lord that was his son 他的父亲就仔细地看这个年轻人 仔细地看 天哪原来这是我的儿子 he ran his son and embraced him 他就跑过去朝向他 朝他的儿子跑过去 然后抱着他又抱他 you see this son younger son had the best plan from his father and yet he disobeyed his father's wish and he lost the best plan and he got the worst in his life 所以大家看到这个故事里面的小儿子 他没有听他父亲的话 因为他父亲去到了一个非常完美的计划 但是因为这个小儿子的背面 他又失去了这个最完美的计划 反而是失去了一个非常悲惨的一个很差的一个计划 he's saying with us see 对我们也是这样的 and God wants you to walk this way and get the best plan with God is for you in heaven 上帝希望你走这条路 按着这个方向走的话 你得到上帝在天上给你预备了一个最完美的计划 and God wants you to walk in the way of the Lord this way and then I said no I don't want to go there I want to go this way I want to turn right I want to turn left I want to turn left I don't want to go straight 好 上帝说你要按照主的指导 阻止你的道路往前走 然后你说不 我要往左转 我要往右转 就不向往前走 and if you do that you lose the best plan the best will of God it's God for you on this earth 如果你不这样做的话呢 如果你这样做就是不往前走 或左或右的话 你会失去上帝在这地上为你预备了一个最完美的一个计划 you may get the second best you may get the third best you may get the worst in your life 你可能得到一个自豪一点 可能得到一个更差一点 或者得到一个最差的一个计划 and sometimes it is difficult to find the will of the Lord for my life 但有的时候呢 我们很难找到到底什么是上帝对我们的生活的用事 and there is a hymn I don't know about tomorrow 然后有一首诗歌 我知主掌管明天 I just live from day to day 我不知明天的道路每一天只为中国 he goes like this I don't know about tomorrow I just live from day to day 我不知明天的道路每一天只为中国 I don't borrow his sunshine for his skies may turn to grey I don't worry over the future for I know what Jesus said and today walk beside him for he knows what is ahead 我不记明天的太阳因明天或许阴暗 我不要为将来忧虑给我信主的应许 我今天要与主同行因他知前面如何 Many things about tomorrow I don't seem to understand But I know who holds tomorrow And I know who holds my hand I mean I do not know tomorrow I do not know next year But I know Jesus is holding my hand I came to America in early 1960s to study at Wheaton College in Chicago 我在1990年的时候刚来到美国在惠顿局里面读书 I'm a Korean I'm a Korean So my mother told me don't marry to another race Marry to a China Korean girl 所以我妈妈跟我说,不要跟其他国家,其他中国人结婚,你一定要跟一个韩国女孩结婚。 她妈妈说,我想和你的太太用韩语来交流。 所以我去到芝加哥的婚顿学院,那边没有韩国女孩,只有中国女孩和日本女孩。 所以有一年,我们一个国际学生的圣诞节的这种宴会,我们有三十位国际学生在圣诞节中聚在一起。 所以每一个国家的人代表着国家出一个节目。 所以我是韩国人的话,他们就让我来唱一首韩国的歌。 所以我唱一首阿里郎,是一首韩国的歌。 然后大家就顾上了。 然后有一个从下面进来的一个姑娘跳了一首韩国舞。 他当时如云基的词带上放着像一个歌,然后呢,他穿着像一个特留的这种布和这种曲子。 所以我唱一首韩国的歌,然后呢,我唱一首韩国的歌,然后呢,我唱一首韩国的歌。 那当时这个女孩,她身材很纤细,然后她穿着这个衣服,然后戴着花环,就在这边跳,然后我正常坐在前排,然后这个女孩就盼着我,给我这样的手势啊,工作。 然后我的心就越跳越快。 所以我就请她跟我约会。 她就说好吧。 所以我在跟她约会的时候才知道原来她是一个生长在下面一个第五代的华侨。 她就是出生和长大在韩江山。 所以她在惠顿学院的读书。 那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的妈妈跟我说呢,不要跟一个中国人结婚,要跟一个韩国人结婚。 然后她就说,她会惹着我,然后她会惹着我,然后呢,就让我觉得我都有兴趣彼此。 然后我就跟上帝讲道,我怎么做呢? 你有最完美的计划,尽管我不知道具体哪一个人是我的妻子,但现在我到了要结婚的年龄,所以上帝说你预为一个最合好最合事的人作为我的妻子。 长话总的说,上帝让我们结婚了,我们就在1963年的时候在这里结婚的,上帝给我们去宣教的呼召,所以我们就进到宣教工厂里去。 我的太太和我一起,我们去了新加坡1070年代替会的专家所,三四年代替会的专家所。 And God led us to become missionaries for 30 years under China's ministry. 我的妻子和我,我们去了新加坡草莓内地会的宣教室,前后在那边服侍了37年。 我们在新加坡和台湾生活了20年。 在韩国生活了10年。 我是一个神学院的教授。 我在新加坡、在台湾、在韩国都教神学。 在我回去看我的人生后,我不知道我当时会跟这样一位女婿结婚。她来自香港,然后在这边下回议。 And yet God had that plan in heaven for me, which I did not know. 在我不知道一切,上帝在天上已经预备了这样一个计划给我。 And now I can see what God has done for me, and for my wife, and for my family. 那现在我回去才能看到,上帝已经为我,为我的妻子,为我的家庭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 我们有三个孩子,两个男的一个女儿。 We have three kids, two boys and one girl. We have three kids, two boys and one girl. The two boys are twin. And they are also missionaries today, you know that? 他们现在也都是宣教士。 I don't know which country. 我不知道是哪个国家。 What are blessings which God is for me, for sending this lady to my life, and producing these missionary kids? God has a plan for my life in the family. 那上帝让我活可以认识这样,我的妻子这样一个女儿是多么大的一个祝福。 所以我们可以有这些宣教士的孩子,上帝对我们的家庭是有一个美好的计划。 对你也是这样啊。 上帝对你有一个最好的计划。 他在天上给你一个最完美的计划。 那就是上帝对你的计划。 And Jesus said to you, you pray that the will of God in heaven will be accomplished in your life, right here in this one. 所以耶稣告诉我们要这样的导航,愿神只要在天上,在地上可以完美的能够彰显出来,在我们的生活中完美的能够彰显出来。 耶稣告诉我不要讲到时间太长了。 因为今天有圣餐,我现在就要给今天的读道主义和今天的讲道做一个总结。 如果你想要让上帝对你的最完美最好的计划的话,你需要找到那一个最好的、最完美的一个向导。 谁是最好的向导。 谁是那个人可以告诉你怎么样可以把你最好的自己活出来,一步一步地活出来。 是那个算命的吗? 在韩国,韩成有很多的 fortune tellers。 在韩国,韩成有很多 fortune tellers。 这算命的。 看神像。 告诉你将来运向如何。 所以是老师吗?是教师吗?是故事吗?是你的朋友吗? 谁选一个人可以一步一步一步带领你向前走过你人生的。 所以在今年二十八年,那一个能够一步一步引导领过你的人生的那个人就是耶稣基督。 因为你创世第一章二十七节,你是按照神的形象而造的。 你按照神的形象而造成了神的灵和你的灵在这中间有互动。 圣律通过圣明对你的灵,对我的灵讲话。 这是为什么我们要听上帝的声音。 所以你要来看,查考圣经,因为上帝对你的灵讲话已经在圣经里。 有些时候我不知道,我到底要接受哪一份工作,到底属于结婚,甚至我要去哪一个教会,很多事情我们都不知道。 我不知道到底是这样走,还是那样走,到底应该走这条路。 因为我们自己的了解,你只能看到你眼睛所见的。 你只能听到一耳所听见的。 人是有限的存在。 而创造天地海那一位上帝他是看到一切的。 他从你的人生一开始,直到你人生的末了,全都可以知道。 所以上帝对于你在天上有一个最完美的计划和旨意。 I believe in all my heart. God has the best plan for me in heaven. 所以我是全心相信上帝在天上对于我的人生有一个最完美的计划。 有的时候我可能不完全明白了解这个事情。 所以我来到上帝面前道中说,处啊,我要干啥? 给我指导前面的道路。指引我前面的道路。 然后我就来读神的话语读圣经,然后圣灵对我讲话,上帝就一步一步带领我前行。 所以今年,明年,上帝对你的神人生有最完美的计划。 我们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为了马太福音六章这么一段不可思议的经文向你献上感谢。 耶稣教导了祂的恩徒,还有我们,关于这个诸道文。 我们在天上的父母。 愿人都遵祢的名为圣母。 愿你的佛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主啊,你在天上对我,对你,对每个人有最完美的计划。 上帝是爱。 上帝爱我。 上帝在天上对我有最完美的预备。 主啊,指引我的道路。 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圣命祈求的。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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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